HELLO 大家好 很快又跟大家開箱玩玩具 今次玩什麼呢? 這一期都算是熱烈的 很多人都有賣 TOMICA 出的一連戰爭的車仔 以及飛機戰艦 原本一套應該是七隻 我現在桌面只有四隻 還有一隻高達的車仔 紅碎星和綠色的車仔 我們這個台上也在說利盛消費 我自己真的不覺得那三隻很漂亮 所以基本上我都沒有買到 而且在汽車內也沒有出過那三隻車仔 所以就決定不買 雖然我看到市面上也不太貴 這四隻好像加了一些價格 但是在街上也有很多師兄只買這四隻 包括了兩架支戰機 還有白色基地號 還有阿寶在一連戰爭內 這套卡片裏駕駛過的一架車仔 就和馬沙第一次相遇 這裏也送了兩個公仔 就是阿寶和馬沙 我們事不宴遲 盡快開箱和大家看看 這次TOMICA這幾隻車仔 和戰艦做得好不好 首先看看白色基地 這盒相當之我覺得都做得蠻漂亮的 正面 側面 後面沒有什麼特別 這邊是戰艦的前面 我覺得做得相當之漂亮的 拆它出來之後 白色基地就出現了 基本上正面 側面 後面 都做得相當之細緻的 其實你會不會介意它白色多一點 但是如果你自己有心機 我覺得上一些線 應該這隻就會蠻漂亮的 做得感覺相當之像動畫 裡面另外只有一件組件 就是透明的 說得是TOMICA 車仔 車仔 所以有些輪子 所以你放在檯面的時候 其實都是可以前後移動的 那些輪子就非常順 所以這一隻都不錯 我們看看下一隻 第二隻就看看這隻Core Fighter 核戰機 高達的核心機體 那盒都做得很漂亮 跟剛才白色基地號 就有些異曲同工 都很配合的 正面 側面 後面 另外一邊 整隻飛機基本上都看到了 好了 開了出來看看 五角相相當之重手 比我意料之外 只有幾件組件 機身 尾翼 一隻翼 還有輪子 簡單裝陷了之後 就可以放在這裡 輪子也是相當之順的 吸引力很高 因為真的很重手 再來就是G Fighter 又是看看盒子 這三架是同出一切 設計相當之統一 我覺得很漂亮 看看正面 側面 後面 還有另一邊 印得都相當之好 開出來之後 又是金屬感極強 要安裝的地方不多 就是炮 兩隻翼 還有輪子 這隻G Fighter 輪子好像是理大一樣 但不順 所以這隻純粹是擺設 基本上玩就沒什麼了 因為基本上輪子都不太能動 但外形真是一流 又是說 滲滲線應該有一個相當不錯的效果 好了 開到最後一隻 就是我認為全套裡面最精彩的一隻 就是阿寶的車仔 駕駛著 第一次撞到馬沙 我們看看盒子 正面是這樣 側面 後面沒什麼特別 基本上這一盒 就包了阿寶馬沙和車仔 旁邊又會再有他們的公仔 這個場景 如果大家熟悉舊高達 一連戰爭的時候 都出現過 另外一邊 就是當時出現的動畫畫面 如果大家留意 就一定熟悉這個畫面 簡單開完這一隻 基本上組合很簡單 就是裝上白色鐵架 以及背製鐵架 人們就放下去 都相當之細緻的 就是這輛車仔 覺得都很好玩 放了上去 另外這兩個公仔 我覺得真的做得很有趣 那些輪胎 極度流暢 我們看看阿寶 基本上 我這隻的瑕疵都不大 手腳都動得 很可愛 很有趣 賞色都認真不錯 也是當年一連戰爭的阿寶制服 另外重點 瑪莎 基本上 做足當時的設定 很有趣 所以這隻是全套 如果連我沒有買過三架車 我覺得最值得買就是這一套 起碼有兩個人仔 和這架車仔 做得相當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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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機和車輛 很快和大家玩這四艘戰艦 飛機和車輛 感覺相當好 原因是非常重手 剛才也提及過 飛機基本上大部份都是金屬 越南製造 質素都相當好 我這四艘戰艦基本上也沒有特別問題 如果大家想靚一點 帶一個收藏品 上一些線 我相信效果會更加好 另外這次覺得他也很有誠意做 尤其是大家看到盒子都做得相當漂亮 例如阿寶這輛車仔 是一個經典場面 就是阿寶和瑪莎第一次相遇 其實他也有把動畫中的插畫 放在盒子的旁邊 所以大家看到真的很有回憶 這次玩得很開心 因為質素和價錢相當吸引 如果大家還在考慮 不妨看多些影片 以及出去看看有沒有店 放出來給大家看看實物的效果 今天這條影片就分享到這裏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